想养鹦鹉发了条消息给店家 看看货 我想了想又添了句 我喜欢大的 发完后再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 小爸突然气急败坏地冲到我面前 你 你简直不知羞耻 我 不是 骂归骂 你脸红个什么鬼啊 在吗 说晚上睡不着 突然想到白天闺蜜推的鹦鹉店老板娘 于是我翻出那个头像 试探地发了条消息过去 那边很快回复 只不过怎么有点冷漠 我有些疑惑 温柔可人的老板娘 怎么在网上像换了的人似的 我能看看鸟吗 那边像是置了下 对方正在输入中 一直反复 像是难以启齿 又略显暴躁 你说什么 我思考了下 决定只给看看鸟 哦 我明白了 还没说条件是吧 我喜欢大的 大的好养活 结果 发过去之后 对方就一直没了动静 什么态度 我好歹是顾客吧 顾客至上懂不懂 我气不过 又连发好几条 给不给看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呀 我很喜欢你家的 原来也不会加你微信和你聊 他家的鹦鹉很漂亮 野生性强 很适合用来研究观察 我是诚心想买 但直到第二天 老板娘也没再回我 食堂吃饭的时候 闺蜜宋英走过来 坐我旁边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她还没问到 聊得怎么样 我闷头戳着碟中的肉 就没看到她的神情 黄了 那只极品鹦鹉 估计没戏了 宋英也有些惊讶 怎么会 我刚想把聊天记录给她看看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 一群体育生刚打完篮球 正缓缓往食堂走过来 我们学校其他的不说 俊男靓女很多 女生属艺术系之最 男生就这些体育生 个个身材高大英俊 荷尔蒙爆棚 简直是行动的芳心收割机 尤其是打头的那个 穿着黑色卫衣的男生 学校体育系男神 周行之 一头利落潇洒的黑发 五官俊朗 一双微微上扬的桃花眼 左耳带着黑色水晶耳钻 凌厉不羁 宋英在旁边 看得泽泽称叹 时而又看我一眼 我刚想收回视线 却也那人眼神碰撞在一起 周行之不知何时 突然忘了过来 但默的一眼 但似乎又多了些探究 修脑 以及一些隐晦的自得 不愧是专业为动物行为学的我 连这都能分析出来 宋英跟周行之 有同一节选修课 他说今天的周行之的脾气很暴躁 几乎一点就着了 让我小心点 但这关我什么事 我跟周行之不太熟 大三以来 说过的话没超过五句 况且我不喜欢周行之这款 比起周行之 我更担心鹦鹉这件事 我拿起手机 又看了一眼 依旧没回复的聊天界面 重重地叹了口气 余光瞥见经过我的高大身影一顿 周行之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 目光落在我的手机上 随后 一瓶牛奶放在了我的桌上 视线里缓过一双修长有力的手指 我看着周行之离开的背影 以及他微红的耳垂 瞪大的眼 嗯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喜欢我 时隔两天 老板娘终于回复我了 只不过依旧很奇怪 我盯着这句话 他的意思应该是 你真的喜欢我家的鹦鹉 我毫不犹豫地 回了个嗯嗯的表情包 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 还发了句 超级喜欢 一见钟情 真的 那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鸟 没想到 你这么喜欢我 我反复查探头像 是老板娘的没错 但他怎么回复消息 都这么省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表白呢 我喜欢你的鸟 所以能发给我看它吗 我趁热打铁 这么着急 当然 这可是关乎我的论文 现在还不行 给慢慢来 神头能慢慢来 于是我拿出砍架那一套 自行算了 我换一个 果然 这一招出来 熟悉的对方正在输入中 又开始循环 大约过了两分钟 他才发来 等 等等 一个星期行了吧 总得让我准备一下 周五最后一节课是游泳课 我和宋英坐在水池边休息 没想到 周行之也在 他是游泳部的 技术了得 泳资很不错 据说去年代表学校 参加了省上的体育比赛 还获得了冠军 此时 他正和另外几个人比赛 穿着专业的装备 从我这个角度 能看到他皆是有力的肌肉线条 轻轻求结 在入水时 爆发出囚禁的力量感 周围是瓷起彼伏的尖叫声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周行之跳水 不愧是体育戏的 就这肌肉 一拳能让人飞出八米远吧 就在我嘖嘖称奇的时候 宋英不怀好意地朝我凑过来 许渊 你这是和男神怎么了 不然 他怎么一看到你就脸红 我朝他望过去 果然看到周行之朝这边看了一眼 然后又飞速错开 什么鬼 这时 手机一响 是老板娘给我发的消息 你喜欢 我皱了皱眉 喜欢什么 这一个星期 说好的好好准备一下 但却总能说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对话 最终会因为我的 让我看看之类的话题结束 我有理由怀疑 对方是想用拖延战术 我没耐心了 直接发了句 明天下午行不行 我直接现场验货 不行 就算了 我以为对方还会再拖延一下 结果干脆地发了句好 天了 你对周行之做了什么 他耳朵都红透了 我瞥了一眼 周行之正傻傻地看着手机 耳根红色蔓延 关我什么事啊 第二天 我如约而至 却没见到老板娘的踪影 反而看见了周行之 他好像也在等人 不知为何 我有些尴尬 一边快速路过 一边拨了个电话 却被周行之叫住 他神色有些羞难 与此同时 他手机响了 我看着他手机上弹出来的界面 突然愣住 这 这不是我吗 一瞬间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惊悚地看着他 这几天和我聊天的是你 他挑了挑眉 桃花也没凉 不然呢 你以为是谁 我傻眼了 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哭丧着脸道 抱歉 我发错人了 不知为何 周行之脸色突然变了 我转身一走 他却抓住我的手 整个人像是在暴走边缘 你耍我 不就是看鸟吗 去我家 我给你看 我一惊 你也有 他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智障 废话 随后我就迷迷糊糊地被他拽到他家 房间门被关上 我刚想问你家鹦鹉呢 下一秒 清脆的拉链声在我耳边炸开 动物行为学告诉我 他给我看的鸟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我一转身 毛茸茸地带着柔软触感扑面而来 周行之从口袋掏出来 强行往我怀里塞一只黄色小鸡玩偶 周行之快冒烟了 他扶着额头 身体微侧 神情有些懊恼 先 先让我缓缓说完 他有些别扭地把衣脚往下扯 我视线跟着望过去 只觉一片眩晕 天哪 多慌妞啊 我抱着小鸡 眼神乱瞟 鸟呢 看不了的话 我就先走 还没说完 周行之抓住我的手 满脸不可思议 我都这样了 你竟然还想看 你 你简直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 我妈 我傻眼了 我就是想看看鸟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我想完成期末论文 又有什么错 抬头 却见周行之剧脸已经快烧起来了 话被堵在嘴边 他呼吸随着胸口剧烈起伏 掩不住的羞愤 听起来像是指责 但无论怎么看都像在撒娇 活像被人欺负后的小媳妇 而我则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我被自己的想法误含到了 此时此刻 我只想对着周行之大喊 撒什么娇 你可是体系的猛男啊 请注意猛男的身份 CPU快给我干烧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是师兄愚名 我飞快接起 上次我托他留意的鹦鹉有着落了 因为之前他说不一定能找到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 渔民就在附近 我拉开门往外走 你要走了 周行之一步一驱的跟着我 迟一道 不看了 我换了换手机 我之前不知 倒是你 才发了那些信息 现在他人已经来了 回去吧 不行 不管有没有发错 你说好看我的 就只能看我的 天 我真不想戳穿他 我停下来 只是他 你根本就没有 就看个鸟 拍张照的事 需要准备一个星期 到家了 又说要缓一缓 什么鸟 又需要准备 需要缓的 这不明摆着捉弄人吗 周行之猛吸了一大口气 像是听到了什么离谱的发言 气笑了 我究竟做了什么 让你产生这种想法 我张了张嘴 这时 渔民提着笼子 从对面走了过来 渔民是我直系师兄 最心于动物学 为人老实淳朴 面相和善 很好相处 他朝周行之打声招呼 后者冷漠地点了点头 渔民挠挠头 对我说道 我刚叫你好几声都没听见 就自己过来了 说完 他将鸟笼提到我面前 是指活蹦乱跳的交缝 颜色漂亮 语意丰满 这是按你要求找的 怎么样 周行之双眼一点点睁大 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 走上前来 颤着手指向那只鹦鹉 等等 你说的鸟 指的是这种 我无语地看了它一眼 不然呢 那还能是什么 话音刚落 周行之的脸色由轻转红 仗成猪肝色 最后逐渐苍白 我问他 所以你有吗 没有 这场乌龙 最终以送音报效十分钟结束 他说 这张聊天记录 无论放在哪个大学 都是相当炸裂的 起因是这样的 宋英和周行之 有同一门选修课 无意间说到我的时候 周行之十分不经意地说 他和我以前认识 宋英一听 那感情好啊 加个好友吧 说顺道推给我 周行之冷漠表示随便吧 扫码的时候 就动作飞快 而我在此之前 就已经让宋英推老板娘好友 就顺利成章认下了 这就是缘分啊 多么美丽的误会 我瞥了宋英一眼 缘分 嗯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经过宋英的科普 我才知道 看看鸟这三个字 对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女孩 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一想到周行之羞愤的神情 以及那场荒诞的对话 至少一个月内 在半夜醒来 我都是要骂一句 我真该死了 周行之备受冲击的神情 还印在我脑子里 我以为他跟我一样 至少也得脚趾扣地 十天半个月吧 可我还是低估了 他厚脸皮的程度 不到第三天 他就找过来了 当时我正跟于明 一起往实验室走 周行之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 刷一声从中间穿过 然后恶狠狠地拽住我 我不得不停下 干嘛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正犹豫 于明走过来 抓住我另一只手 老是实验室需要人 许渊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话是对我说的 眼神却一直盯着周行之 两人眼神之间的火花 霹里啪啦的 你俩去演偶像聚得了呗 现在是下课高峰期 周围越来越多人 我甩掉那两只胳膊 让于明先去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于明走后 我问道 说吧 带我去哪 周行之继续拽着我往前 视线飘忽 好半天才绷出俩字 看娘 你小子 真是有言不尽啊 我说的是字面意思 哦 早说呢 在我们学校往南 是一片连连的山脉 树木茂盛 林产业发达 资源丰富 鸟兽很多 对于我们这种专业的学生 是块绝佳的观察宝地 据说前几年还能进去看看 后面被人承包之后 便不能随便进去了 周行之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了辆车 坐进去的时候 我还是猛逼的 你早说不就得了 还去买什么鸟 就那只普普通通的交缝 还是家养的 能观察出什么来 车已经缓缓开进了山里 这一带是我家承包的 以后你要来随意 我惊了 成什么 承包 谁家 我家 你什么 天 我单知道周行之家里有钱 但没想到这么有钱 这世界上有钱人这么多 多我一个又能怎样啊 山的最高处 建了一座塔 中间还摆放着一台望远镜 设备不是新的 但清晰度很高 这是我外公的 他老人家以前也常来 后来腿脚不好 就很少来了 你以后想来就来 反正放得也怪可惜的 我后的光打过来 黑色发烧带了点金色光晕 周行之笑起来的时候很柔软 完全没了平时的脾气 我心里一动 周行之 谢谢你啊 周行之坐直了 准备听我的肺腑之言 哎 那我就给他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但他也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 谁跟你是兄弟 周行之音老生气 他又嘀咕了一句 我没太听清楚 只不过他耳朵尖尖又红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 宋英说周行之和我以前认识 我问他有这回事吗 周行之羞答答地问我 还记不记得以前初中的时候 有个胖子 谁的读书时期 不会遇到几个胖子 我记得 那个小胖子 喜欢欺负同学 我上学时还揍过他 给他揍得服服帖帖的 太讨厌了这人 要是再让我遇到他 我还得揍他 啊对了 你说他怎么了 周行之练无表情 嘎了 天太惨了 那天之后 我开始学校山头两边跑 能抓住一次机会就抓住 万一哪天周行之反悔了也不亏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 周行之有空也会跟着一起 摆弄一气的时候 他在一边撇嘴道 你是真喜欢看鸟啊 我看着他 你说你每次跟着我来干嘛 你又不喜欢 他嘟了一句 你管我 我可管不着你 其实你也可以管的 他小小声地说 扭扭捏捏的一到我面前 我盯着面前的壮汉半赏 走开 你挡我镜头了 哦 周六 云明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准备出发去山里 最近周行之回队里训练了 暂时回不来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去的 云明问我去哪里 其实我有想过 都带上师兄一起 多一个人还可以讨论讨论 只是这毕竟不是我能做主的 我只能作罢 就随便扯了个理由 事情是发生在周二 我开始频繁收到陌生消息 你穿裙子的样子好美 渊渊 你要是长发就好了 我一直在你身边 真想把你随了起来 每次收到的消息号码都不同 刚开始我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可后来发的消息越来越不对劲 我才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靠 等我抓住这个人 我要他好看 许渊 你自己注意点 别没事往那些没人的地方跑 电话那头 周行之部报道的说道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什么是你 不是就行 别担心 我又不是变态 周行之声音一下就软下来 带着点尾去意味 高大的壮汉撒娇卖乖 扭扭捏捏的样子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我头皮发麻 咬牙切齿道 你要记住 你是个猛男 人家是你的小甜甜哦 快吐了 凝重的气氛 因为这一打岔消散许多 挂断电话 我删掉了才收到的短信 半个多月 我还是时不时会收到骚扰短信 但对方仅限于发短信 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突然收到实验室老师的消息 说是去取报告 我给鹦鹉添了点水 准备出门 送鹦要和我一起去 我没让 谁家老师大晚上发消息呀 我故意往偏僻的路上走 慢慢的 身后果然响起了微弱的脚步声 我越走越快 身后那人紧追不舍 直到小路尽头 带着兴奋扭曲的声音 叫住了我的名字 有点耳熟 这时一只手搭上我的肩 尖叫声带着混乱的哭号 拔破校园的寂静 巡逻车从另一边赶了过来 沉重急促的呼吸声 有远即近 我听到了周行之紧 紧张到颤抖的声音 许渊 你没事吧 我来帮 后面紧跟着过来的保安也傻眼了 于明鼻青脸肿地倒在地 嘴里不断求饶 此时的我正一只脚踩在他的胸口上 见人来了 才缓缓收回来 解一拳就干翻了 周行之 六 不愧是我了解 周行之走过来 朝我竖起大拇指 了解什么鬼 神经病啊 保安快速收拾现场 周行之若有所思 你以后不会家暴我吧 你那比我大两倍的公二投机 到底谁家暴谁啊 我白了他一眼 他又挽住我的胳膊 巨大的脑袋枕在我肩上 娇滴滴倒 不过 我家有个抗燥的弟弟 你打了他 就不能打我了 你弟友你 真是他的福气 我把他抖开 滚 保安拖人走了 漆黑的小路上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空气燥热 浮出甜丝丝的花香气 周行之默默和我拉开距离 他亲了亲嗓子 想走 别动 我把他推向身后的墙上 踮起脚逐渐向他靠近 周行之的猴杰上下滚动 你 你干嘛 不用看 都知道他耳根又红了 我缓缓贴上去 他颤着长截闭上了眼睛 而我却扭头 伸手 撕掉了墙上的小广告 十秒过后 他还维持着 闭眼撅嘴的滑稽动作 我站在两米开外看着他 好笑道 还走不走啊 周行之猛然回神 脸皮爆红 急匆匆的跑过来 你耍我 我撕个小广告而已 又没说要做什么 快到寝室时 周行之大手突然掌握我后脑勺 巴唧一口亲在我脑门上 你不亲 我来 还亲个带小的 说完 这人戳我眨眨眼 跑了 我懵了 靠 你们呀磕我脑门上了 渔民被做退学处理 走之前跟我发了条消息 说真的很对不起我 他是真的喜欢我 才会这样做 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一个星期之前 我就开始怀疑起渔民 直到我在那只鹦鹉上 找到了小型监听器 难怪我所有的行动他都知道 几乎每次回请说 我都会跟宋银讲 其实根本没有老师晚上发消息 我故意的 结果还真把人引出来了 我深吸口气 周行之给我发了条消息 说是已归队 他的训练期还没结束 宋银打了小报告后 他翻墙跑了出来 希望回去的时候人没事 一连过了两个星期 很快就到中期考试了 考完那天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直到第二通电话我才接 一接通 稚嫩骄横的嗓音传出来 你就是许渊 我是行之哥哥的青梅竹马 快来接我 我就在你学校门口 对方是个刚上高一的小女孩 还没成年的小姑娘 周行之厌福不浅 很行 他叫齐楚 一上来就打量我 撇撇嘴说道 也不怎么样吗 我还以为多漂亮了 你不去找你青梅竹马 找我干什么 我懒得理他 就来看看行之哥哥 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 他下也不过如此 看完了 好走不送 我头也不回地往寝室方向走 他咬着嘴唇 气急败坏道 喂 你怎么这么坏 我大老远来的 你好歹留我吃顿饭吧 我有理由怀疑 这家伙是来蹭饭的 一顿饭 齐楚吃到嘴都抱不住 宋英和我交换眼神 这是情敌 不 这是饭桶 吃饱喝足后 齐楚优雅地打了个格 有些凶难 但尽力维持情敌人设 行之哥哥就喜欢吃多点的 他说我脸圆乎乎的才可爱 还有 他说我笑起来很好看 要多笑 说完 他露出了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 路过的小哥哥小姐姐 健壮也笑了 齐楚不得意地看着我 脸上差点就要刻上 我很可爱四大字了 宋英不忍直视 拿出一包纸递给他 你牙上有菜 齐楚 那一瞬间 我把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才勉强不笑出声 齐楚最后是哭哭啼啼主动回家的 离开时 他留下了经典的一句 我还会再回来的 后来周行之知道这件事后 打来电话解释说 他家和齐楚家是纸交 小时候常在一起玩 但他只当他是妹妹 完全没别的意思 没听到我说话 他声音突然拔高 有点高兴 哟 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我正在调适镜头 视野中捕捉到一只肠尾鹦鹉 忙记录下来 别烦 忙着呢 再看你啊 哦 五一小长假 前两天我已经没了课 于是订了张机票 提前回家 周行之对里也提前放了假 知道我回家的时候 直接拨了个电话过来 这还没放假呢 你就回去了 学校图书馆挤满了人 教授的办公室都快踏破了 某人却喜滋滋回去了 话里话外 控诉意味极强 我笑了 所以呢 所以 要是我的望远镜丢了怎么办 我哈哈大笑起来 那我订张机票飞回来 真的 假的 回家的第二天 我带着我的小侄女 去参加家长会 却意外接到了周行之的电话 我在机场 快来接我 这语气 同他青梅竹马鲁出一辙 我看时间还来得及 直接牵着小侄女团子去接人了 路上我还盯住周行之悠着点 团子比较怕生 谁知道接到人 我那怕生的小侄女 赖在周行之身上 就是不下去 她把团子从背上滴留下来 看着我 你是不是对怕生有什么误解 走吧 说带你去开家长会 团子经验刚上小学 红领经济的歪歪扭扭的 因为上学早 站在队列里 像个小土豆芽似的 家长会之前 学校都会举行一段开场仪式 校长在台上讲着慷慨激昂 学生用力鼓掌 我们站在远远的大树下看着 周围很静谱 偶尔能听见 丛林和讲台上的传来的声音 周行之以靠着树 侧脸安静温柔 在极致的安静之下 我听到了什么破土的声音 他突然转过来和我对视 我吓了一跳 面上一片滚烫 怎么了 我慌不择路的转头 看向远处 随口说道 升齐了 谁知道周行之比我更慌张 脸红了个透 看出来了 我指着远处缓缓上升的国旗 没看到吗 开完家长会 我打算带着团子回家 又想到了周行之 便问他住哪 他笑了下 还能住哪 住家呗 我突然想起来 他之前说过和我一个初中 家也在这边 但学校就这么大 他长成那样 我没道理 对他没印象了 听到我们这么说 团子不乐意了 吵吵嚷嚷着 要去周行之家里玩 好了 走吧 周行之家里很久没住人了 但宝洁阿姨会定时来打扫房屋 周行之回来前通知了宝洁阿姨 所以进去的时候 很整洁干净 里面陈设不复杂 普通的家具摆饰 风格却很温馨 视线落在展柜上 那里有个相框 是一家三口的合照 我拿起来 越看越熟悉 猛然想起来 中间那个小孩 不就是初中被我揍得 贼惨的小胖子 有力修长的手 将相框抽了出去 我震惊到 原来那个小胖子是你 不 我不是 分明就是 你们脸上的痣 都一模一样 我不理解他 为什么要隐瞒 难道是接受不了 曾经胖成球的自己 你不是讨厌他吗 周行之用力 戳出照片里的自己 我欺负别人 还这么胖 你不是说 再见到我这个小胖子 你还要揍他 我真该死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再说那会你哪敢欺负别人啊 但凡你要欺负人 不都被我追着打吗 我试图安慰他 却没注意到 我们的距离有多近 他手一松 啪嗒声响起 相框落地 还好地板 拖了薄薄一层地毯 我捡起来 刚想起身 却没错过他的僵硬 不是吧 周行之整个人也很窘迫 为了避免尴尬 我硬着头皮倒了杯水 给正在看动画片的团子 团子喝牙 刷茶 不是 喝茶 徐渊 我喜欢你 声音质地有声 背对着我的周行之突然开口 从我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他紧绷的肌肉 从初中就喜欢你了 我那时候确实不好看 所以我只有靠假装欺负别人 才能引起你的关注 即便是挨打 我也很高兴 后来我跟着你上了高中 大学 选择了体育系 加入了游泳部 直到变成现在这样 我才敢走到你面前 徐渊 你现在 要不要也喜欢我一点 我上前牵住周行之的手 尽量让自己语气诚恳 我很感动 真的 但我有点好奇一个问题 怎么减肥才更快呀 真的好想知道 他甩开我的手 往律师走去 我又赶紧上去牵着 我逗他 看个鸟 周行之五眼笑开 正惊吗 正惊 屋内安静极了 除了偶尔动画片的声音 和稀稀利利的水声 再没了其他 五一回来后 周行之的训练越来越密集 为了准备一个月后的省赛 据说这次省赛能入围的话 就能成功进入国家队 对苦苦训练了多年的运动员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 几乎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的准备 有时候 周行之打电话时的声音都是疲惫的 你们还能玩手机 不能 我偷偷藏了一个 还没等他多得一几分钟 一会儿就听见了教练的咆哮声 被发现了 我拿起手机 笑着凑近 大声道 教练 他还在衣柜第三层藏了零食 对面一片死寂 接着爆发出更大的杀猪声 吃多了零食容易长胖 腹肌没了就不好 我挂断了电话 周行之会理解的吧 毕竟苦了他也不能苦了我自己 将装备收拾好的时候 已经接近黄昏了 我抱着刚做好的报告 从山里回去 却意外碰到了奇楚 他的马尾便一甩一甩的 十分得意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我挑了挑眉 又想让我请客吃饭 小姑娘炸红了脸 还不是 我是来找你宣战的 行之哥哥的奖牌一定是我的 我没忍心说 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行之哥哥都会给我 我继续往前走 小丫头追上来说 从小到大 只要他要的东西 行之哥哥一定会满足他 我抚了抚他炸毛的脑袋 好的 谁知道人小姑娘更气了 你是不是看得起我 还挺有自知之谜 正式比赛的前几天 队里给周行之他们放了个架 三三两两个队员聚在一起 当时 我正在山里埋头苦干 头顶落下一片阴影 还看鸟呢 我惊讶地抬起头 一个多月没见 我觉得此刻的周行之脸庞 更加坚毅了 身体也更加有力量感了 腹肌也后视许多 周行之抓住我的手 像爬山虎似的缠在我身上 猛男娇羞 爱看啊 随便看 我把他甩开 你人射崩了 他还想说什么 一旁突然发出喊声 像是有极大的不满 你们俩没看见 旁边还有个人吗 齐楚在一旁 看得目瞪口呆 周行之立马站直 恢复了冷脸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行之哥 真丢人 周行之 晚上周行之订了间包厢 过几天就是比赛了 没人会愿意 在这个街骨演出问题 所以选择餐厅和食物的时候 慎之又慎 这家是专门给运动员用餐的 所以周行之很放心 刚一进去 就碰见了游泳队的另一个小组 三个人 其他两个人 同周行之打了招呼 而走在前面的安墙 冷漠地走进了隔壁包厢 周行之也不在意 他一向自由散漫惯了 有看得惯的 自然也有看不惯的 落座后 齐楚默默靠近周行之 在他耳边低声道 行之哥 你一定得到奖牌哦 还有 不要太相信女生的话 我觉得雪原姐姐根本不喜欢你 说完朝我做做鬼脸 看来还是不太聪明 周行之在一旁逼笑 吃饭中途 隔壁包厢的人走过来 姐姐闲聊了几句 安墙也来了 仍然沉默地坐在一边 期间还不小心碰倒了周行之的水 周行之喝水 都是有自己单独的水杯 待人都走了后 他又用纸巾擦了擦 齐楚一把抢过来 喝了进去 喝完后 还不忘朝我嘚瑟 周行之甚至来不及阻止 后来 就因为这份嘚瑟 齐楚整整兴奋了三天 诊断出来 甚至超场发挥 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安墙双眼闪过极恨 周行之在游泳方面很有天赋 但往往就是因为天赋 世人才更容易忽视别人的努力 而安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内心失衡 把源头指向了周行之 其实不管齐楚喝不喝的瓶水 周行之都不会再喝了 运动员珍惜自己的身体 但同时也尊重这一份职业 当安墙陷害自己队友时 也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他本来也成功入围 但后来通知尿检不过 他心存侥幸 以为不会查出来 最终导致被禁赛 周行之领奖时 齐楚正在田径场发欢地跑 而我正被周行之 强行塞了一块奖牌 送你的 这世上独一份 掉了可就没了 谁稀罕似的 但后来我还是小心翼翼地 存进了保险柜 周行之抱住我 许鸳 现在我和我最宝贵的东西 都属于你了 全文完